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留学法国》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追寻卓越,法国精英教育制度解密 二,梦想启航,法国留学申请全攻略 三,瞧接未来,法国留学生就业机遇探索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追寻卓越,法国精英教育制度解密 啊,MSMS,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既令人向往,又让人咬牙切齿的话题,法国的精英教育制度 这个制度,就像是一瓶陈年的波尔多红酒,醇厚而复杂,让人爱恨交加 首先,让我们从法国的大学校,Grandes Ecos,说起 这些学校,不是大到可以容纳几个足球场那种大,而是在学术和社会地位上的大 他们是法国精英教育的核心,培养着未来的工程师,商界领袖和政治精英 想要进入这些学校,你需要通过一场又一场的考试 这些考试难度之大,足以让人怀疑人生,甚至让一些学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懂得了法语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法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校 巴黎高等上学院,HC Paris,和巴黎综合理工学院,Ecol Polytechnic 这两所学校,在法国乃至全球都享有盛名,毕业生几乎都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 但是,进入这些学校的过程,简直可以拍成一部励志又心酸的电影 学生们需要经历两年的预备班,Classes Preparators QX Grandes Ecos,简称Prepa 在这两年里,他们几乎与世隔绝,埋头苦读,只为了那一丝进入大学校的希望 但是,法国的精英教育并不是没有争议的 一些人批评这种制度过于精英化,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因为进入大学校的学生往往来自社会的上层阶级 他们有资源,也有条件接受最好的教育 这就像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精英培养精英 而其他人则很难打破这个圈子 不过,让我们不要太过严肃 法国的精英教育制度,也有它的幽默和轻松的一面 比如,每当Prepa学生终于熬过了那漫长而艰难的两年 他们会举行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 就像是从地狱中逃出来一样 而且,一旦进入了大学校 学生们会发现,那里的学习氛围和他们想象的可能完全不同 更加自由,更加开放,也更加注重创新和实践 总之,法国的精英教育制度就像是一道复杂的法式大餐 有着各种各样的味道和层次 它既有让人叹为观止的卓越,也有让人深思的问题 但不管怎样,它都是法国文化和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我们去品味和探索 Bone Appetite, Amias Amos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梦想启航 法国留学申请全攻略 哦,法国留学 这个充满浪漫与艺术气息的梦想之旅 不仅是学习语言和文化的过程 更是一场关于葡萄酒、奶酪和时尚的冒险 但在你开始在塞纳河畔写下你的留学日记之前 让我们来聊聊这个旅程的准备工作 也就是梦想启航 法国留学申请全攻略 首先,你需要知道的是 法国的大学系统与许多国家不同 它们有自己独特的分类和申请流程 有的学校属于大学、universities 提供理论和研究导向的课程 有的则是工程学校 Grand SE Calls the Engineers 或商学院 Grand SE Calls the Commerce 这些学校通常入学要求更高 但也更加专业化 现在,让我们以一种幽默的方式 来看看申请法国留学的几个步骤 一,学习法语 是的,虽然有些课程是用英语授课的 但你在法国,怎能不说法语呢? 开始你的法语学习之旅 准备好迎接那些听起来像是在唱歌的句子 记得,每次当你说Bansher时 都要带着一丝微笑和一种无法抗拒的魅力 二,选择学校和课程 这就像是在一家法国餐厅里挑选菜单一样 选择太多,决定起来很难 从文学到工程 从艺术到商业 法国的教育机构提供了广泛的课程选择 做好研究 找到最适合你的菜肴 三,准备申请材料 这一步就像是准备一顿精致的法式大餐 你需要准备好你的个人陈述 就像是开胃菜 吸引人的开始 推荐性 煮菜 展示你的实力和特色 成绩单和语言证明 就像是配菜 补充你的申请 别忘了 甜点 那就是你的创意和个性 让整个申请更加出彩 四,面对签证和住宿 一旦你被接受 就要开始准备签证申请和寻找住宿了 这个过程可能有点像是在巴黎地铁里找路 刚开始可能会让人迷惑 但一旦你习惯了 就会发现其实并不那么复杂 五,准备文化冲击 最后 做好准备迎接文化冲击吧 不管是法国人的生活节奏 还是他们对食物的热爱 或是那些看似冷漠 实则只是害羞的微笑 都是你留学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总之 法国留学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旅程 它是一次全方位的文化体验 是一场关于自我发现和成长的冒险 准备好了吗 那就让梦想起航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乔接未来 法国留学生就业机遇探索 在探索法国留学生就业机遇的旅程中 我们仿佛是穿越时空的探险家 既要回顾历史 又要遇见未来 法国 这个充满浪漫与艺术气息的国家 不仅是时尚 美食和葡萄酒的代名词 它还是一个桥梁 将过去的辉煌与未来的机遇紧密相连 首先让我们回到过去 想象一下 你是一位19世纪的法国留学生 穿着华丽的服装 手持羽毛笔 在烛光下苦读 那时候 你的未来可能就是成为一名哲学家 作家 或是一位革命家 但是 如果你告诉你的同学们 未来的留学生将会在名为互联网的神奇领域找到工作 他们可能会认为你喝多了葡萄酒 快进到21世纪 法国留学生的就业机遇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在 他们不仅可以在时尚和美食领域找到工作 还能在科技 金融 可持续发展等多个领域大展拳脚 这就像是从马车时代 直接跳跃到了自动驾驶汽车的时代 令人叹为观止 有趣的是 尽管时代变迁 一些事情却始终如一 比如 法国的工作文化 仍然强调午餐时间的重要性 想象一下 在未来的某个高科技公司工作的你 可能正在和机器人共进午餐 但这顿饭一定是精心准备的法师大餐 而不是快餐 这就是法国人对生活品质的执着 即使是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 也不例外 此外 法国留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也在于他们的多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在全球化的今天 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法语 英语 甚至是第三种语言 就像是拥有了一把 打开世界就业市场的钥匙 而且 法国人对于艺术和文化的热爱 也让他们在创意产业中独树一帜 最后 让我们以一点幽默 结束这次的探索之旅 想象一下 在未来 当人类开始在火星上建立殖民地时 法国留学生可能会成为第一批 在火星开设高级餐厅 和时尚品牌的创业者 毕竟 无论是在地球还是火星 人们对于美食和时尚的追求 永远不会改变 所以 亲爱的未来法国留学生们 无论你们梦想成为下一个科技巨头的创始人 还是希望在艺术和文化领域 留下自己的足迹 记住 法国这座桥梁 已经为你们搭建好了 通往未来的道路 勇敢地迈出那一步吧 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聊了法国的精英教育制度 法国留学申请攻略 以及法国留学生的就业机会 法国的精英教育制度 虽然有着一些争议 但也是法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味道和层次 申请法国留学 需要学习法语 选择学校和课程 准备申请材料 解决签证和住宿问题 但这个过程 也是一次全方位的文化体验 至于法国留学生的就业机会 法国的工作市场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留学生可以在多个领域找到工作 而且他们的多语言能力 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也是竞争的优势 最后 让我们一起展望未来 想象法国留学生 在火星开设高级餐厅 和时尚品牌的情景 无论你们的梦想是什么 法国这座桥梁 已经为你们搭建好了 通往未来的道路 勇敢地迈出那一步吧 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让我们一起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